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師 希望你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你的agfbtwitchbvd 還有discord 然後在今天的天氣節 又曾在臨的微信官方公告 最後一個 英靈 少俠英鳳人 成為天學們的首圖 大師兄 他是首圖 對 大師兄 欸 對 好 他的獅子俠客屬性暗 這次出了兩個暗角色 龍夜跟少俠英鳳人 講少俠英鳳人乖乖的 加那個年輕 年輕版的英鳳人好了 好 然後 他的CG圖其實 跟原版的CG圖我覺得 我覺得眼神 三隻裡面 英鳳人的眼神 比比較 稍微像單機版的 英鳳人的眼神 稍微比較像一點 然後也是變壯了 也是變壯了 然後服飾的部分 我基本上我都覺得沒什麼問題 都覺得很ok 好 好 然後天賦的部分 是Tension 耀威 氣血百分比高於三個範圍內的 任一個角色的時候呢 你的傷害就會提高10%到20% 那 這個好處是說 不是打敵人的那一個 氣質高於百分比 而是三個範圍內 隨便一個就可以了 所以就出發條件還算 比較單純 單純一點 比較容易 跟阿良比的話稍微容易一點 阿良那個也沒有不容易 其實都是蠻容易的 然後主動攻擊 每造成一次的傷害之後 你可以獲得一個健威的buff 那他最多可以疊三層 那你行動結束時 如果你期待三層的健威的buff的時候呢 你會消耗所有的健威的buff 對自身三個範圍內的所有敵人 造成一次的固定傷害 那這個時候可以獲得再行動 好 其實還不錯了 還有再行動 好 虛實 並進 攻擊當的敵人到達0.7倍的傷害 然後必定發動追擊的效果 也是0.7倍 那對戰前呢 可以施加疲弱的狀態 哎有點像b19序啊 那隨時兩個回合 那自身天賦在冷卻中呢 則天賦冷卻時間-1 ok 0.7倍 0.7倍 哎其實蠻帥的 他特色有做出來 他一樣是 把劍是丟出去的 控制劍啊這樣子 好 然後就是因為他攻擊兩次嘛 你每造成就是他天賦部分有說 你每造成一次的傷害之後 可以獲得一層建議 那你發動只是虛實並進呢 你就可以直接獲得兩層的劍 劍位的buff 好 無劍羅淵 那選擇一個格子釋放 對範圍內的所有電腦0.4倍的傷害 並且施加疲弱 哇他蠻多招式會施加疲弱的 他是幾個啊 ok好 沒有特別寫 不過看圖是這樣子 就是這幾個都打得到 已經蠻帥的 好 那一樣啊 可以大量 積斬這個劍位的buff 好 無天無劍 無天無劍 反而是少小硬風的拿到了 在沈默自尊傳裡面呢 陰劍平在劇情之中 劇情中原本要施展無天無劍的 好 對範圍內的所有電腦0.5倍的傷害 並且施加流血斷經的buff 那斷經的效果是受制搖效果降低38 而且無法觸發再移動 合自身負義的再行動 哇哦 這剛才好像蠻強的 他pvp好像蠻適合的哦 斷經這個效果 而且他是你只要中了就會有了 而且範圍蠻大的 可是他是以自身範圍是不是 不過範圍蠻大的 跟黎幼那招有的比 看起來是比黎幼要大 哇這個範圍很大 哇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好 凝神閉氣 哦主動使用的時候可以獲得暗凱 跟瞬即狀態 啊瞬即是新的 然後瞬即是近戰攻擊 對戰之前對目標造成一次固傷 並反轉目標的兩個友誼狀態 為亂神和斷刺狀態 所以兩個回合 然後斷刺暴去減20% 他如果人家身上沒有沒有buff的話 就不能哦 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嗯 ok這要小心放 不過這個斷刺狀態跟斷刺很有用 如果是打boss戰的話 我覺得蠻有效果的 不過 這是近戰攻擊潛嘛對不對 你身上有瞬即的狀態之後呢 再攻擊才會有 哦 近戰攻擊 ok 要近戰攻擊哦 好 被動嘴隱吸星 自稱吸血百分比高以目標的時候 就出發 普通 出 普通出發嘴擠你也失敗 對戰之後 30%恢復吸血 哦30%也終於沒有好了 哦 這是兩吸的被動哦 那這個兩吸是有點有點緊啊 不過他這個是幫忙 累積天賦能夠劍位的buff 哦 就是這樣 他沒有正法很正常 因為 雲千陽跟榮葉已經有正法了 不可能一次出三次都有正法的 好 那這些魂石跟憲人參考就參考就好 哦他有五放肥劍 哦又有吹腳 哎那其實還不錯哎 像那個虛實並進啊 跟那個五天五劍 這看起來就是PVP裝 專門在用的 還不錯哎 我根本覺得還不錯 二中年出的角色都還蠻不錯 畢竟這些角色就是在 環節裡面 很常出現的角色啊 哎應該說劇情都是 會常常刻到他們 雖然英鳳人 不是主角群之一 但是在劇情之中 他蠻常出現的哦 OK 好啦 那今天就是最後一位 二中年角色的 因您的介紹啦 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次的 這次角色的 這個 技能介紹的部分呢 老師傅啊 跟少年版的這個英鳳人 你們比較喜歡哪一個呢 我相信應該是少年版的英鳳人吧 好歹是絕卡哎 好啦 那今天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按我的IG、FB Twitch、BB還有Discord 那我們一起期待二中年的到來吧 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